爱佳人爱终生爱地球 成就诸佛的菩提心 用慈悲暗心来感动自己 以此来增长自己的菩提心 有菩提心的人就是菩萨 菩萨就是利用这份无私的爱 来感动一切主生 菩萨就是要不断地充实自己 奉献自我 以此来完成我们的终极目标 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如果我们发大菩提心 依佛所教 老实修行 就能感得护法善神的勇护 使我们一切皆能顺心 昼夜成效 所以一位老实的佛弟子 从发心起 即不用在烦恼生活中 琐碎小事 不必安援 不用有压力 因为我们生活与修行的一切 护法善神都会将其安排妥当 使我们无后顾之忧 让我们能够安心办到 盘取元律的一切 就是指我们的心执着于某一对象的作用 什么是佛法 就是增加生活品质的方法 就是扩展生命决心的方法 增加生活品质 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改善生活 如对因果善恶的取舍 增进慈爱 对人和善等 扩展生命决心 就是更进一步地培养菩提心 希求无上正觉 最为圆满的大生命 佛教的生活 是一种智慧与慈悲的生活 无论做任何事情 都有它的动机与目的 正确的动机是什么 就是以利益众生为动机 当我们一切都以菩提心 为动机时 不仅充实了我们菩提心的羞耻 也达到了利益众生的目的 修学佛法没有捷径或特点 唯有一心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的坚定信念 才是我们唯一的路 所以修行并没有捷径 不要好高无远 踏实地走稳每一步 时时检视自己的菩提心 这才是修行的正确之道 对待一切生命的平等心与责任感 是发展国提心的重要基石 如果能够平等地善待一切生命 犹如爱护自己的母亲一般 并且对于一切生命的苦乐感受 有着很深很强烈的责任感 我们才能更进一步 讨论和谓的物体性 若没有一切众生互相长养的姻缘 也不会有今天的我们 为了报答众生的恩德 我们应该积极努力地学习实践 并圆满菩提心 此菩提心就是诸佛成就的根本 而菩提心的修行 是自他目的最为圆满的教育 长养月成养 生长养育的意思 什么是忏悔 心改变了 不再随着贪嗔痴而转 并且真实地生起菩提心 了知罪业的本体 以不离开空性的本质 了达此意 就能灭除许多罪业 并且将能渐渐拨开 我们的执着习气 使心清静 直见本心 当我们定心想起父母时 总会是最感动的时刻 但是我们不能只思念 这一生的父母 而应将此感恩之心 获及于无量身的父母 每一个生命 都成为我们的父母 特别是大乘佛教 应将一切有情 视为自己的父母情 以此策立菩提心 适度众生的愿性 有情 就是有情事 有爱情的众生 修行的原则明是 第一 事断一切恶 就是实时反省散叶 是否有不善之叶产生 有则应克制与断除 第二 事修一切善 除了消极的断轮之外 还要积极地修持善业 以增进内在的涵养与修持 第三 事修菩提心 更进一步 因圆满修持菩提心 就是保持逆他与正觉的心灵状态 净化自己 关心众生 不要太凸显自己 古运 聚合的火 只是毫无自信的本质 因此哪里还有一个我 诸法的本质 虽然是空性的状态 但并非如牧师一般的无情 因此我们应再进一步 将空性的广大行量 圆一切众生而普生大菩提心 圆满自他利益的修行 武运又称武音 就是内聚 一切有违法的色、受、想、行、事 五种被变 字体具有的真实不变 清纯、古杂的本性 称为自信 什么才符合菩萝蜜 就是圆满四项元素 则能符合菩萝蜜的内容 以及空性心、大背心、菩提心与回向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